主料,金香糕粉230克,麻薯粉20克,牛奶125毫升,盐3克,糖20克,酵母3克,黄油10克,主料,蜂蜜水,肉松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主料中处黄油外进液体后固体放入面包机里,启动面包机,搅拌成团食,再放入黄油, 直至揉至面筋扩展,完成的面团看起来光滑柔软有进性,关面包机电源,取出面团放入盆里浇盖保鲜膜,至于烤箱里,底盘装一点清水,按扭制发面团功能,时间扭制60分钟,温度扭制50度,进行第一次发酵,发酵完成后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两倍大,取出面团排气,再次揉成团定固, 混圆,静置20分钟,将面团分成小等份,取一团干成长片,放上肉松,再对折起来,再放上肉松,由上而下卷起来,放入纸木具里,再次放入烤箱里,底盘加入热水,进行醒发45到60分钟,面包膨胀至原来的1.5到2倍大,涂上蜂蜜水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里, 180度,到树二层,烤18分钟,如果怕表面烤得太焦,开烤的时候可以盖上芯纸,差不多烤好的时候,再拿开芯纸,烤至表面主色即可,面包出炉移植网架上放凉,面包放凉后就可食用,烹饪技巧,1.烤面包前涂上半页,如果没有涂,可以在面包表面打点水, 1.以防面包表皮过硬,2.以防面包不烤得过焦,最好放多一个空烤盘在最底层,3.面团发酵是否OK,足以影响面包的口感,所以面团的发酵一定要充分,翻面延长发酵,是使面包得到充分的发酵,做出来的面包会更松软好吃,4.可以再添加一些麻薯粉,最多20匹就好, 会令面包更松软好吃,5.需要先第一次发酵放室温即可,室温发大概1.5到2小时,后放冰箱冷发酵8到10小时,冰箱温度大概3到4度,6.搅拌好面团,拿在手上感觉很有弹性,而且软软不粘手,7.放好的面团,也可以重新用面包机搅拌至光滑后再造型, 如果怕表面烤得太阳,开烤的时候可以盖上锡纸,差不多烤好的时候,再拿开锡纸,烤至表面逐色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